天高海阔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两天我们跟大家聊了 拜登增加了对中国一些产品的关税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美国增加对中国的关税目的 就是要打垮中国的经济 打垮中国的经济 让中国的内部 让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生一个变化 让它这个变化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么最近在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打压之下 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呢 这两天修杰在国内的媒体上 看到中国经济巨大的好消息 那么这个巨大的好消息 是不是说明中国已经走出了经济困境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经济巨大的好消息 根据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说 有消息称中国官方正在考虑一项计划 让全国的地方政府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公司 购买数百万套未出售的房屋 以缓解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中国各地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价 在这个礼拜四呢 就纹身上涨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香港恒生内地房地产的指数呢 早盘交易涨幅高达6% 那么其中有几家具体的房地产公司呢 这个涨幅更加是惊人 比如说远洋集团 远洋集团是有国资背景的一个房地产公司 之前呢也传出它陷入了这个财政困境 但是呢现在这个远洋集团 股价暴涨了50% 而民营开发商续辉控股 还有之前我们讲过的 也陷入财困 陷入债务问题的世贸集团呢 涨幅都超过了30%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中国房地产出了什么问题呢 出了问题就房地产发展的太过庞大 那么当中有很多一些开发的项目呢 根本就迈不出去 成了所谓的鬼城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从而导致了房地产公司的资金链出了问题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房地产的危机 那么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到 房地产停滞不前 导致政府卖地的收入也没有办法增加 那么政府的开支 和政府的债务呢 又出现了问题 房地产公司跟政府的债务出现问题呢 那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银行 也出现了这个债务链的危机 现在居然传出这个巨大的好消息 中国的地方政府准备把这个几百万套 卖不出去的这个新房子给买下来 这个消息大家觉得 真实可靠吗 我们刚讲了 房地产的危机导致了 地方政府没有卖地的收入 地方政府本身也陷入一个财困 甚至是陷入一个债务链危机当中 如果地方政府有钱能够把几百万套 卖不出去的房地产买下来的话 这个危机应该不会存在吧 所以我不知道法国广播电台 包括路透社对这个消息的猜测来源是什么 当然有人说一种可能说 那中国政府就多印点钱呗 但是我们知道多印钱不代表你有真实拥有这个资金财力 或者是你的财富达到了这个水平 多印钱的话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导致通货膨胀 导致你的货币贬值 所以说我对这个所谓的地方政府拿钱出来买几百万套卖不掉的房地产 对于这个消息呢 我是打了个巨大的问号 不过呢 法国广播电台这个报道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另外根据中国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呢 这个消息就听起来就更加令人振奋了 说这个杭州拱树区成为全市房价涨幅较高的区域 在过去一个礼拜呢 房价从每平方米3.3万元一下子涨到了5.34万元一平方 而南京呢 四月份的二手房的成交量环比也上涨了19.1% 连续两个月上升 成交量创下了今年月度新高 如果是杭州的房地产每平方某一个区域吧 每平方从这个3.3万元人民币上升到5.4万元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房地产在炒卖 习主席说什么 习主席说房地产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 这个好消息看起来可不可靠呢 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消息的话 它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 中国房地产的炒卖风再次又升起 那么这符合习主席的政策吗 所以我对这个 看到这个好消息的数据啊 我本人是觉得非常的疑惑 一个是疑惑的数据的真实性 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 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又回到当年 买到赚到赶快买 不买的话就涨价这个地步 关键是民众手上的钱 还有没有足够的资金 能够支撑这个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呢 这才是最重点的 根据这个美日经济新闻报道说 近期华东地区楼市热点城市南京和杭州 连续打出了政策组合权 优化相关房地产的措施 杭州解除了八年的住房限购措施之后 当地房地产开发商反应迅速 新房供应量上升同时 杭州部分区域的房地产价格也有所上升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是在于 这个新房的供应量不足吗 当然不是 是供应量过剩 过剩的很严重 那所谓的政府的新政策出来 新房的供应量上升 这是不是跟之前我们所看到的 中国房地产状况 很明显在信息上是不对 就不对等的 至于你说房地产价格上升 是在全面的上升 还是某个地方上升 这个上升的背后 是什么资金在推动 我在报道当中都没有看到相关的数据 说这个5月6号到12号 杭州新房市场量价双升 就是供应量升了 价格也升了 全市共存交 商品住宅环比增加了34% 只是在6号到12号之间 涨了34%的成交量 成交均价33,151人民币每平方 环比上涨了2% 这个数据似乎跟我们刚刚讲 那个33,000涨到了5万多 好像又不能够 数字上好像又不能够匹配 那如果真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 在不断的上升 而政府又有大笔的资金 准备把产量过剩的房地产给买下来的话 这对中国经济来如果是真实的话 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似乎这个好消息 我实在看不到它的内在的逻辑 能够说服我相信这个好消息 而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拜登增加了对中国的电动车 或者其他产品的关税 所以呢 现在关于中国的过剩的工业产品 向全世界倾销这个话题呢 一直是欧洲和美国媒体热议的话题 纽约时报呢 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不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它应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所写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来得及查到这个专栏作家是谁 那个纽约时报这篇专栏的文章是说 全球要做好准备 第二次中国冲击来了 那所谓的第二次中国冲击呢 指的就是这个中国过剩的 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 向全世界倾销 这个专栏文章里面认为呢 说第二次的中国冲击 第一次就是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下 中国加入世贸 中国的工业产品开始倾销到全世界 那个是被称之为第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呢 导致了美国一百多万人失业 那么这第二次冲击呢 这篇专栏文章它的观点是 第二次中国冲击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的弱点 而不是优势 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 消费者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 中国曾经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掩盖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这句话 中国曾经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掩盖了中国的经济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刚讲的杭州南京的房价量价齐升的话 那是不是这又是一个试图掩盖经济困境的一个做法呢 但是呢 这个专栏文章认为 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掩盖经济问题这个游戏 似乎已经结束了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呢 是将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家庭 从而增强消费的需求 因为中国现在的消费 根据西方国家媒体的报道说低迷 但是中国的国内媒体呢 认为消费非常的热络 这篇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说 要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呢 就是把这个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家庭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在美国疫情的时候 美国政府全民大发钱 那因为疫情导致美国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 这个时候很多人不是失业 因为疫情的问题呢 必须待在家里面 那就生活的开支就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给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大量的发钱 让这些人没有这个消费上资金短缺的这个忧虑 所以呢当时美国的市场很热络 美国的房地产很热络 美国的股市也很热络 为什么政府发的钱你没有地方花 没有地方花怎么办呢 就把它投到股市投到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跟股市呢 当时都非常的 很多资金涌入 导致价格不断的上升 那所以说西方国家很多人认为 中国如果要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 应该国家发钱给民众 刺激民众消费 因为中国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第一大经济体能给全美国民众 发3000到4000美元 那么中国是不是能够发1000到2000美元呢 那这个资金如果放到中国消费者口袋的话 这一定会刺激到中国的消费 但是纽约时报这篇专栏文章 他们观察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纽约时报专栏文章说 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很奇怪的 不愿意做这些显而易见又有效的事情 他仍然专注于生产而非消费 中国剩下唯一的出路呢 现在就变成了维持巨额的贸易顺差 将中国生产的 但是呢 中国不能消费 或者不愿意消费的东西 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 这就是纽约时报所描述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解决问题的范步 在西方国家看来向民众发钱 刺激民众投入消费市场 这样的经济就重新能够重振起来 但是因为习近平认为 发钱给民众 这是西方国家的腐朽的社会福利 会令到中国人变得懒惰 所以习近平还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生产 因为生产能够保持就业 但是生产能够保持就业 同时它产生后果就是 这些产品要如何销售 于是就出现了第二次来自中国的冲击 所以现在欧美国家的媒体 或者一些经济研究人员 我都看到他们不止一个人 有这样的警告 说中国第二次冲击就要来了 那么这也是拜登为什么 提高中国关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拜登在提高关税之后的 白宫记者会上说 他不允许中国生产的产品 倾销到美国 拜登说因为中国有政府补贴 所以能用低价倾销 迫使全球其他制造商倒闭 中国也强迫要加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 将技术转移给中国 这指的是全世界的汽车行业 当然汽车行业是个代表 其他的行业也会有这种现象 汽车行业进入中国 首先它不能够获得50%以上的股权 就是它不能控股 第二呢 它在中国必须生产 跟它所在国家 跟它母公司完全对等先进水平的汽车 第三 这种先进的技术必须要留在中国 要向中国公开 拜登于是在这个记者会上讲了一个故事 拜登经常又是这样 他跟习主席谈判完之后 他跟习主席一些不为人知的对话 他会向外公开 当然公开是抬高拜登的形象 压低习主席的形象 拜登告诉记者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他会面的时候 曾经问拜登说你为什么这么特别对中国不公平呢 拜登怎么回答呢 拜登说两国生意来往要遵守一样的原则 就是我们要公平的竞争 这也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经常向中国提出的要求 拜登说在中国投资 51%的股份必须要中国人持有 也要提供所有的智慧产权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汽车行业的最标准的在中国 以想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准则 拜登问习近平 你想你在美国也这样吗 就是一时中国的企业进入到美国 也是不能够有50%的股权 也是必须把中国的先进的一些技术留在美国吗 如果这样的话 TikTok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TikTok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 它在美国不能够超过51%的股权 TikTok的演算法也应该留在美国 拜登告诉公众说 他这样回答习近平无言以对 这个尴尬的场面 从拜登讲的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拜登的铿锵有力的回答 令到中国领导人多么的尴尬 这个故事真假 我们不论 但是拜登总是喜欢把习近平尴尬的一面 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 当然目的就是要抬高他自己 拜登表示说 我们正在对抗中国政府不公平的经济行为 同时我们也捍卫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 这又一次拜登在讲到经济问题的时候 再踩中国的红线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组合权 就是在国际战略上围堵中国 在经济上要打垮中国 好了 那既然美中关系处在这样的状态 那么美中关系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又是如何呢 美中贸易持续紧张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国为了预防日后遭到美国进一步的制裁 今年第一季度大量抛售了美国的国债和机构的债券 金额创了历史的记录 同时中国大举买进黄金 那么这个策略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彭博社对美国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所做出的计算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共抛售了53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 而比利时在这个时期也卖掉了220亿美元的国债 怎么中国跟比利时有关系呢 因为中国一向把比利时视为中国托管账户的所在地 所以彭博社这个说法就等于说 中国除了自己抛售美国国债之外 中国在比利时的托管账户也在抛售美国债 加起来这里将近753亿总共 就是在今年一季度 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金额 已降到了7674亿美元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的最高点 是在2013年的11月 当时达到了1.32兆美元 大家看到这个比例 从1.32兆变成了7674兆 这个下降的幅度相当大 已经接近了下降50%了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恶化 随着中国出售美元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中 黄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中国人买进的黄金90万盎司 今年4月份 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 达到了7280万盎司 这个英两就是盎司 连续18个月增加 黄金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当中 所占的比例接近了5% 创了2015年以来的新高 那么中国买进黄金的作用是什么呢 除了要避免美国未来制裁之外 根据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士的说法 中国买进黄金是准备要推出一个核选项 这个核选项 这是经济的核选项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狂扫黄金石油的做法 显示中国可能正在酝酿核选项 重贬人民币 一旦中国采取这个经济策略呢 那些想要去美元化 而采取人民币结算的国家 和中国有这个贸易顺差的国家呢 将会出现非常大的压力 而中国如果是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话 这对中国的出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倾销 中国的剩余产品 这一点呢 对中国是有利的 因为人民币贬值的话 中国出售工业产品的价格呢 就会越来越低 人民币的贬值 加上中国物价的下跌 使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 实质的有效汇率呢 已经贬到了十年以来新低 那么这种现象 对什么国家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呢 这个人民币贬到十年以来最低 让承受美元升值压力的亚洲国家 压力更加重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经济的核选项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中国放任人民币贬值 一方面中国可以促进自己的产品的出口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让亚洲的一些国家 在承受美元升值压力的情况下 会加重经济负担 这些国家是谁呢 韩国 日本 这两个国家 跟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 跟美国也有密切的贸易关系 现在美元在升值 日元在贬值 已经令到大量的亚洲游客 涌到了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日元的贬值令到大家现在去日本是最划算的时候 但是这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来说 无疑是个沉重的一个压力 如果中国的人民币再贬值的话呢 这对日本来说恐怕更加是雪上加霜 中国狂买黄金和石油这种战略物资 除了是西方的一些研究机构认为 中国有可能会释出一个经济的核战略 核选项 跟美国打一场经济战之外呢 世界银行一位高级主管在最近的一场会议当中呢 他这样认为 他说中国以及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 从2015年以来就增加外汇储备中的黄金持有量 这显示呢这些国家的央行买进黄金 可能是担心遭制裁所驱动 那么我们看完了美国的做法 看完中国的做法 我们对美中的经济关系 包括美中两国的外交关系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无论是中俄领导人的会面 中俄的联合声明 还是拜登对中国推出的新的一些关税政策 这都说明美中两国的对抗将会逐步升级 这也是我们近两年以来一直做出的判断 虽然说美中两国的高级官员 包括美中两国的领导人 经常会面会营造一个很好的气氛 但是我们看到气氛归气氛 言论归言论 但是美中两国实质的对抗 确实在不断的升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打压政策 我个人认为一定会不断的加强 这个加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因为俄乌战争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美国对中国所制出的相关的制裁政策 可能跟对俄罗斯的制裁看齐 之前我们讲过了 如果说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 令到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发展的话 应该中国早就要求美国对中国制裁了 很明显中国还是想避免美国的制裁 这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会对中国的经济一定会产生更大的打击力度 而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当中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对港币和美元之间的连续汇率 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脱钩的话 那么这除了打击香港经济之外 一定也会连带打击到中国的经济 特别是中港两地 北水南调 南水北调 过去这个行之有效的这种资金流动 来平衡两地经济发展的这种有效的策略 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就令到中国在整体的经济上 可能受到了冲击 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大得多 所以说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 站在了俄罗斯的立场上 而美国又不断地向中国提出这种警告 中国从抛售美元购买黄金这个动作 我们也看到 中国其实对未来的制裁 已经是有所防备有所准备了 也就是说这个制裁很可能总有一天 或许在不久将来就会到来 那么到时候美中之间的关系 一定再发生一个更加大的负面的变化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